再来看到这个惊险的画面 台中有民众看到一男子 骑车载着两岁大的女童 而女童侧坐在男子的后方 一路都摇摇晃晃的 除了安全帽之外 疑似没有其他任何的防护 也让民众看了吓坏 觉得这样子真的太危险 民众骑车上路发现 正前方一辆机车 让他惊呆了 移民男子骑车载着小孩 仔细看女童身上 穿着幼儿园围兜兜 头戴安全帽 但整个人却是以向右 侧坐的方式坐在男子后方 过程中女童一度向后伸出右手 还跟着机车一路摇摇晃晃 惊险一目全被行车 进入气派了下来 民众直呼这样在 真的太不安全 其他民众也说非常危险 毕竟没有一些防护的措施 如果颠簸的话 有可能会把小孩子 就是震出去 很危险 坐后坐的话会还爆吧 这段画面被PO上网 时间就在2号上午10点多 台中龙井的游远北路上 女童目测看起来应该两三岁 尽管有戴安全帽 但除此之外 疑似就没其他安全防护 就怕一个不小心 或突发意外 女童都可能直接摔飞出去 搭乘机车 应戴和四头尾之安全帽 应坐后坐 需报警驾驶 并踏稳踏绑 慢慢骑 对此警方表示 依照道路交通安全规则 机车后座只能乘坐一人 得戴安全帽 但是不能测座 警方后续除了以车牌追车主 也将一道交条例 开罚300到600元 民众骑车在小孩上路 安全防护千万不能少 否则出意外 可不是罚钱 就能挽回 即将世界台中 唱不到